中国的帅哥去国外吃香吗 外国的妹子喜欢咱们东亚的帅哥吗 虽然我是个男的 虽然我身处国内现在 但是我18岁高中毕业开始 我有去国外留学 毕业后也长期多次的在国外工作 生活还有旅游 也交往过认识过一些国外的女性 所以说我在这个话题上 也算有点发言权 那咱们开门见山直接聊 首先我认为 不管在什么人种什么民族 都有一种类型 它算是相通的 放在哪里 它都是帅子都是美的 你可以在白种人中 可以在黄州人中 也可以在黑人中 看到这种类型长相人的存在 我个人认为 这可能就像抢劫 就像在任何地方 任何国家 任何部落当中 都是属于恶的范畴 那么同样 也存在普适的美和帅 那对于男性来说的话 天生浓厉 茂盛柔顺的毛发 棱角分明的脸颊 不大不小 比人的鼻梁 薄厚适中的嘴唇 深邃的眼睛 高大强壮的体魄 这些等等 基本放到任何民族 任何种族里面 都是属于帅的范畴 那肯定在我们东亚人里面 拥有这些特质的男性 也有很多 高以祥 金城武 基本和这些特点 都完美的契合 所以如果你是 这个类型的中国帅哥 不用担心 你走到哪 肯定会有 很多当地的面子会喜欢你 除了全世界 普世的帅和美以外 有每个种族 甚至每个国家 每个地域 它自己的特色的特征和审美 就比如说咱们 东亚文化圈里面 小鲜肉文化就比较盛行 据说早在西晋 进朝的时候就流行过一阵 还有现在的日本和韩国 这种少年感 中性感的帅哥 我觉得 其实就是属于我们 东亚文化圈的 一种特色的审美 那放在国外 那就是另外一个方向 比如那种 鸡肉的操汉子 光头 大胡子猛男 这种类型 其实在国外 也是非常受欢迎的 一种类型的男性 走的是这种阳刚 硬汉 男味的路线 东西方 这种地域气质的特征 其实就是朝着两个方向走 但如果把这种东西方 两个各自独有的类型 帅哥对调的话 受欢迎的程度 肯定比在自己的文化圈 自己的国家 要少了很多 有的时候 越极致本地化 特征越明显 越不好看 偏窄偏小的脸 咱们不是觉得挺好看的吗 但这种脸型 其实在欧美 非常的多 而且有的人会 极度的小 极度的窄 不是那么的好看 东亚人群 尤其是东北 会有那种 特别扁平 特别方的那种脸型 也不会特别好看吧 对咱们来说 高鼻子 这不是咱们很多人在追求的吗 但是在伊朗土耳其 有些人那个鼻子是特别的高 特别的大 特别的阴沟 也同样不好看 当然了 如果你是只是带 一点点这些特征的话 没问题 反正对别的地方人来说 是异域特色 很有特点 会变成加分项 但是千万不要太过 现在已经是2022年了 各种文化 相互之间的影响 和多样化 也是越来越高了 所以其实不管 你是什么样的类型 在哪里呢 都会找到你的手中 其实现在在欧美 在这些外国很多地区 KPOP 的影响力是非常的大 很多很多当地的小女生 会喜欢韩国的男团 韩国的男明星 比如我以前待在巴西 对这些小女生来说 东亚男性就非常有吸引力 尤其是这种小鲜肉帅哥 当然了 这对于整个国家的女性来说 这只是比较小众的一个群体 记得以前在巴西的时候 我认识一个女生 她跟我说过 在巴西最受欢迎的男性 金发碧眼 白人男性 最好皮肤晒黑一点 古铜色 接下来是各种其他白人 接下来可能是混血 然后是黑人 最惨的就是本地的RABA RABA就是巴西人 对所有的亚裔男性的统称 因为RABA在葡萄牙语的意思 就是RABONES 日本人的简称 他们也分不清谁是谁 就统称都叫RABA 所以说审美这些 会受到文化 潮流 环境 多方面的综合的影响 那咱们今天这里 就不深入的去聊了 最后简单的来说 只要你是帅哥 不管什么样的类型 不要怕 你到哪都会有喜欢你这种类型的人的存在的